好 歡迎您回到 TPBS戰情室的戶外開獎現場 我們在哪裡呢 台南 台南是古都 台南也有88槍啊 哇 88槍 怎麼回事請 這個李老師告訴我們 我想88槍 電視上連續廣告了一個禮拜 也抹黑了國民黨 給李全教一個禮拜 我們不得不 透過相關的人員去查 我現在很懷疑耶 法院 都已經抓到人了 而且抓去關了 為什麼不能公布 到底88槍的真相是什麼 我今天告訴大家 也希望告訴司法單位 趁著選前你們最好先公布 否則 賴清德整天 這餐 花兩餐 睜著眼睛 說瞎話 我剛接著 謝龍介講的 他剛剛已經給 把賴清德 跟王文中的關係 講得非常的清楚 我跟王文中 也是朋友 他是 血甲瓷濟工的董事長 我想 王文中 106年以前 是民進黨的黨員 不要忘了 他都是綠營的 那結交了我們藍營的朋友 他們知道 我們藍營的比較單純 比較好作為 會幫忙把人 慢慢變藍了 但是 整個88槍 的原由 我跟全國的民眾報告 完全是賴清德的好朋友 也就是 剛剛 龍介講的 賴清德任內 獨梅紮案的主角 他在任內 竟然 地檢署行文 賴清德的環保局長 環保局長跟他回答 說 梅紮案沒有問題 結果現在起訴了 有沒有問題 這一個主角 去跟 光電業者 跟學甲一個誠信的大哥 拿了上億的 回扣 回扣也好啦 羅馬景也好啦 我們不知道啦 剛剛 陳昆河有講 誰能搞光電 有權力的人 能核准的人是誰 是師父 還有 能准虧現的人是誰 是 新潮流掌握的台電 我們算什麼啊 今天 郭再清 去跟 光電業者拿錢 結果 去拿錢的時候 這個 陳姓大哥 跟這一個開槍的人 是同一口人 他們都知道 也承諾 給地方一定的回饋 結果 這個 開槍的人抓回來了 跟媒體說 為什麼開槍 他們說 整個錢被他們 吞掉 沒有給 地方 所以開槍 請問 這跟國民黨什麼關係 跟禮錢教什麼關係 跟謝龍介什麼關係 黃文中 黃文中 在我們調查裡面 他跟這個槍手 是 兒童朋友 小時候的朋友 這個槍手走路 他有幫忙 我們調查是這樣子 退一步講 如果黃文中有罪 他應該 要受到 司法 的制裁 對不對 好 黃文中 是我們朋友 我們不否認 他也做到 大廟的董事長 但是賴清德 你不是我們台南人 我們台南人 是中後順迫的 朋友 就是朋友 朋友好 你說朋友 朋友 落我們的時候 你說我沒有食材 這種人叫什麼 叫修辣 修辣個性 我選議長 他怎麼對待我的 你聽過台灣人講說 白書教 甘兵道 算沒有風土 對不對 落清德時 白書教 甘兵道 跟陶陶 去報警察來捏教的人 你聽到有沒有 這在台灣人的 街頭觀光 這叫修辣 所以我今天 要講 我李全教 可能 很可能當選 為什麼 我如果 不可能當選 不可能 一個總統的候選人 整天罵李全教 我又不是在選總統 是不是 我的對手 我就是靠 一票 賴清德 一票 李儀錦 他才能當選 他講我黑金 欸 一個線 要給他 我現在學的了 如果有人 跟你說 李全教 黑金 你要怎麼回答他 你說 如果 李全教是黑金 我很討厭黑金 我也不投給李全教 那請問一下 李全教 李全教有什麼黑 有什麼金 麻煩你告訴我 我問民進黨 問一百遍 民進黨 從來不回答 我是歸國學人欸 我是博士教授欸 一輩子 我有什麼黑啊 他當然講不出來嘛 他講金 是說我議長會選欸 我議長如果有會選 我還能掛3號來參選嗎 會選是一輩子都不能參選的 所以我被賴清德 用政治迫害我 到今天 我還蒙受這不白之冤 我想 今天賴清德做誰 喊做誰 今天 如果讓賴清德當選 這是台灣人的不幸 台灣人的不幸 我不承認 賴清德是我們台南人 賴清德吃我們台南夠夠 30天來 我們讓民進黨吃夠夠 他不是我們的老爺啦 台南人一定要解釋 我們台南人是中好老實順博 十堆不是這種 我們贏定阿爸這種個性的人 所以拜託 我們台南人要解釋 我們台灣人要解釋 下架民進黨新潮流 賴清德不能待選 要把它拉下來好不好 好 大家各種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 你剛才說賴清德副總 你用詞很重 什麼鼠腦都出來了 你敢不怕他來幫你告 沒有人比我更了解賴清德 賴清德 賴清德 賴清德跟我是同事 他也了解 那我為什麼更了解他 因為 他在民進黨 初選 市長的時候 來拜託過我 所以 我非常了解 賴清德是一個尊貴 最無憤 陶清明 就像 在面對你 後面一支桌 準備要幫你插 我就是 中間後面那支桌的人 現在桌子 拔出來了沒 我已經被他傷了 但是他很怕我 是 他只要看到我 他就閃 為什麼 我會大罵他 我會大罵他 是 偉君子 他是雙面人 賴清 有說 賴清是什麼 賴清是他的 心白 你知道 什麼是公廁會主委 公廁會主委 如果沒有討論 他是在做公關 白鶴才去進去 他 那一般有在討論 人 公廁會主委 就是在做北修圖 是安保的 這樣你聽不懂 是 是自己 親密的親密 他今天 說出賴清德 是賴美會 會選的英武者 我想 為什麼 全國的媒體都不報 為什麼 因為賴清德慣例用這個手法 他如果事實 他應該要告 他就不告 是 就好像當初 我當議長 不是有人說 他在外面有師生子嗎 這不能亂告 你如果是說沒有 你就要告 是 為什麼不敢告 好 他們就是 用這樣子 蒙糞 烏賊散 就這樣子躲過 我想 今天賴清德的這面目 應該攤在陽光下 讓我們台灣人民 讓我們台灣人來檢視 他是什麼樣的人 非常謝謝李大哥 李大哥 剛剛對賴清德副總統 有非常多的指控 等一下我們會用相同的篇幅或時間 也許 這個俊毅大哥或是其他人 可以來做一點平衡 我們也歡迎 因為我們這裡是Live的節目 我們也歡迎賴清德競選團隊 打電話過來 或者是來告訴我們說哪裡做錯 哪裡說錯 這個指責錯誤都要跟我們講 因為作為一個媒體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平衡 非常謝謝這個李全教 李大哥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換到你們囉 大家把問題準備好 等一下請踴躍舉手 我們佳清市的開獎 等一下是觀眾主角 進一下廣告